首届台美经济对话将在20号展开 台湾由经济部次长陈正奇率团前往美国华府 于不久前曾经来台湾访问的国务院次卿科拉克来进行对谈 而台湾则是由经济部长王美花透过视讯的方式同步参与 对话将会聚焦在五支干净网络还有供应链以及能源等议题 不过外界担心川普卸任之后各项协议可能会生变 还有拜登政府是否会延续对话呢 陈正奇说美国的政策有延续性还有一贯性 就算是白宫易主台美关系不会有太大的变化 而台湾的工商大佬对于这场经济对话则是保持正面态度 美国国务院次卿科拉克9月率团访台 顺利促成接下来的台美经济繁荣伙伴对话 现在时间敲定了11月20号将在华府台北两地同时举行 美国部分的实体会议由科拉克主持 我方由经济部政务次长陈正奇带领小型代表团前往 而经济部长王美花政委邓正中跟相关部会官员 则在国内以视讯方式同步参与 这不仅象征台北关系的一个进展 也证明了我们的国际杯不是纸上谈兵 更是着手投入的现在进行式 双方将聚焦全球医疗安全 科技与技术 5G干净网络 供应链 投资审查 基础建设跟能源议题 不过外界担心川普如果诉讼失败 连任失利谈好的协议可能申变 即将上任的拜登政府还能延续对话吗 从历来我们跟美国交往的经验显示 美国政策的延续性跟一贯性 期盼透过台美经济对话 深化各项交流产业界同样抱持乐观态度 台湾的贸易障碍很多 假如台湾能跟美国合作的话 这个以后对我们台湾的台商的出口 一定很好 在全球经济战略伙伴架构下 台美更紧密广泛的接触 经济关系迈入新的里程碑 记者小米新闻 台北报导